一艘平靠在中国连云港某码头的运煤传着油调车线煤路透社参考消息 以往8月24日报道额煤传华盛顿对北京丁生贸易关税似乎对美国煤炭行业产生了事与热煤的影响 因为中国进口商正在寻找新的国内替代品减轻这一打击 据今月俄罗斯电视台网站8月22日报道 中国某大型煤炭交易所的一名高级经理对路透社记者说 我们在7月底已完全停止进口很受钢厂欢迎的美国链交没有煤炭贸易存在太大的不确定性 从23日开始美国将对价值160亿美元的进口中国商品征收新一轮关税 北京也做出了对等的回应 包括对美国金属和煤炭征水 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来说 煤炭是一个特别重要的行业 因为他希望从这美国煤炭业 上述经理说 该交易所将增加国内煤炭的购买量 以满足客户需求 报道着 华文汽货的煤炭分析师王菲对路透社记者说 交易商预期人民币将贬值 提前增加了相关产品 包括美国的货物的进口量 这位分析师指出 进口的美国煤炭 对中国煤炭业来说并不重要 交易商可以很容易地转向国内的煤炭 或澳大利亚和印尼图煤炭 因为进口美国煤炭只占很小一部分 报道着 在特朗普担任总统期间 美国的煤炭出口一直在迅速增长 美国能源信息局的数据显示 2017年 由于对亚洲的出口增长了一倍多 总出口增长了61% 去年 印度从美国进口的动力没增加了两倍 主要用于提高印度的发电能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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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